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用冻顶茶香 仿佛让我们闻到了乌龙茶的香味 而乌龙茶到底在什么环境下种植出来的呢 嗯 是在露骨这个美地 好奇吗 让我们一起来瞧瞧那里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本节学习重点有三点 第一个 你要聆听课文 理解课文的内容 第二点 按图锁记 看图画家乡 第三 要能够用对偶句法进行家乡练笔 请小朋友现在准备好国语课本 笔记纸 书写工具 准备好了吗 三秒后我们即将上课咯 三 二 一 请小朋友打开课本第76页 请您先标出自然段 这一课总共有四段 为了在极短的时间内 能够将你听到的重点 快速完整的记下来 你可以利用文字符号或图画 把听到的重点记在课本 而且呢 请你把文章中的四字语词画下来 第一次聆听课文 你要能够听出这课文的段落大意 第一个 请您听出 位在台湾中心的是什么县 它的环境有什么特色 第二 作者故乡在哪里 地势如何 好像世外桃源的三个原因是什么 第三 洞顶山的茶叶有哪些特色 第四 欢迎来到鹿谷玩 鹿谷都该列入行程的原因 有哪两个呢 准备好了吗 我们即将进行课文的聆听练习 九 鹿谷美地 洞顶茶香 向阳 位在台湾中心的南投县 现今占地广大 东起中央山脉高山地带 蜿蜒向西 河谷也遍及全线 山水壮美 风光秀丽 自然不在话下 就以我出生的故乡路骨来说 路骨全境多为山区 台地很少 开发不易 这也因此保留了 浑然天成的山林景观 在青山绿水之中 好像世外桃源 这里有名的风景区 如西头森林游乐区 凤凰谷鸟园等 都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 而湘境产量丰富的 洞顶乌龙茶 则使得鹿谷香 成为全台名符其实的茶香 每到春茶采收起 茶香就从洞顶山飘散开来 沿着麒麟坛一路而下 在广兴 鹿谷这几个地方回旋 清淡的茶香浮游在空气中 让整个鹿谷香成为茶香不散 叫人回味的美地 特别是产地洞顶山 长久以来就是乌龙茶的家 茶树在这里立定脚跟 把海拔才七百多公尺的小山 站成了名山 其实不只是春天 洞顶山四季产茶 春夏秋冬采收的茶叶各有千秋 其中以春茶冬茶最受喜爱 春茶取其甘美 冬茶取其清香各有好处 游客如果到宋皇谷鸟园看鸟 回程在麒麟坛可以休息一下 享受清风徐来 水波不新的平静 抬头就是洞顶 开车往上约五分钟入城可达 如果在西头过夜 回程也可从鹿谷右转上洞顶 到茶农家中小坐喝茶 到南头县来 鹿谷香都该列入行程之内 可以先到日月潭 集集 也可以先到清清农场 就是别忘了 不管先来后到 鹿谷的松桃 竹籁都值得走动 茶香 山菜都值得品尝 明天王课文后 请大家看着自己的笔记 说一说 位在台湾中心的是什么县 是的 台湾的中心是南头县 南头县的环境有什么特色呢 山水壮美 风光秀丽 而作者的故乡在鹿谷 鹿谷的地势又是如何呢 鹿谷全境多围山区 台地很少 而好像世外桃源的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 它开发不已 第二个 保留了浑南天城的山林景观 第三 在青山绿水中好像世外桃源 洞顶山的茶叶有哪些特色呢 很棒哦 你们找到了 洞顶山世纪产茶 春夏秋冬采收的茶叶各有千秋 其中 以春茶 冬茶最受喜爱 春茶取其甘美 冬茶起取清香 各有好处 四 作者欢迎大家来鹿谷玩 鹿谷都该列入行程的原因有哪两个呢 是的 不管先来后到 鹿谷的收桃 竹赖 都值得走动 茶香 山菜 都值得品尝 现在 请您将我们聆听到的四个主要的重点整理一下 台湾的中心是南投县 山水壮梅 风光秀丽 路股全境多维山区 开发不易 有浑南天城的山林景观 在青山绿水中好像世外桃源 洞顶山世纪产茶 其中春茶取其甘美 东茶取其清香 欢迎来到南投县 鹿谷的松桃 竹赖都值得走动 茶香 山菜都值得品尝 小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作者在描写自己的家乡时 先从远处整体的观察南投县 再进到西部的鹿谷乡的描写 接着介绍洞顶山乌龙茶 最后推销 鹿谷的旅游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次聆听课文任务 按图锁记 看图画家乡 第一 请同学在课本第76页右下 台湾图画上第一段的内容 第二 请在笔记纸上画出洞顶山 麒麟坛 广兴 鹿谷 四个地名 并依序连线画出茶香飘散的路线 第三 请由第三段及第四段的内容 画出作者推荐的行程路线 准备好了吗 我们今将进行第二次聆听课文任务 位在台湾中心的南投县 现境占地广大 东起中央山脉高山地带 蜿蜒向西 河谷也遍及全县 山水壮美 风光秀丽 自然不在话下 就以我出身的故乡 鹿谷来说 鹿谷全境 多为山区 台地很少 开发不易 却也因此 保留了浑然天成的山林景观 在青山绿水之中 好像世外桃源 这里有名的风景区 如西头森林游乐区 凤凰谷鸟园等 都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 而相近产量丰富的 洞顶乌龙茶 则使得鹿谷香 成为全台名符其实的茶香 每到春茶采收起 茶香就从洞顶山飘散开来 沿着麒麟台一路而下 在广兴 鹿谷这几个地方回旋 清淡的茶香浮游在空气中 让整个鹿谷香成为茶香不散 叫人回味的美地 特别是产地洞顶山 长久以来就是乌龙茶的家 茶树在这里立定脚跟 把海拔才七百多公尺的小山 站成了名山 其实不只是春天 洞顶山四季产茶 春夏秋冬采收的茶叶各有千秋 其中以春茶冬茶最受喜爱 春茶举其甘美 冬茶举其清香 各有好处 游客如果到宋皇谷鸟园看鸟 回程在麒麟台可以休息一下 享受清风徐来 水波不新的平静 抬头就是洞顶 开车往上约五分钟入程可达 如果在西头过夜 回程也可从路骨右转上洞顶 到茶农家中小坐喝茶 到南投县来 路骨香都该列入行程之内 可以先到日月潭 集集 也可以先到清晋农场 就是别忘了不管先来后到 路骨的松桃 竹籁都值得走动 茶香 山菜都值得品尝 二次聆听后 大家是否画出地图 运用地图来理解课文呢 为了让我们知道 听记的内容是否完整 这时候老师会分段播放课文内容 来进行真山修补 小朋友 只要有遗漏的地方 记得用蓝笔补充在课本上哦 九 路骨美帝 栋顶茶香 向阳 位在台湾中心的南投县 现境占地广大 东起中央山脉高山地带 蜿蜒向西 河谷也遍及全线 山水壮美 风光秀丽 自然不在画下 小朋友 看着你画记的笔记图后 有没有更了解南投县的地理位置呢 接着 小朋友 你画出茶香飘散的路线了吗 美知老师找了路骨香的地图 来辅助说明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第二段的内容 就以我出生的故乡 路骨来说 路骨全境都为山区 台地很少 开发不易 却也因此保留了浑然天成的山林景观 在青山绿水之中 好像世外桃源 这里有名的风景区 如西头森林游乐区 凤凰谷鸟园等 都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 而湘境产量丰富的洞顶乌龙茶 则使得路骨香 成为全台名符其实的茶香 每到春茶彩收起 茶香就从洞顶山飘散开来 沿着麒麟台一路而下 在广兴路骨这几个地方回旋 清淡的茶香浮游在空气中 让整个路骨香成为茶香不散 叫人回味的美地 特别是产地洞顶山 长久以来就是乌龙茶的家 茶树在这里立定脚跟 把海拔才七百多公尺的小山 站成了名山 小朋友画出茶香飘散的路线后 你有没有看出文章中 所谓回旋的感觉呢 茶香就从洞顶山飘散开来 沿着麒麟台一路而下 在广兴路骨这个地方回旋 清淡的茶香浮游在空气中 哇让路骨香 整个茶香不散叫人回味的美地 作者真爱自己的土地 为了让大家更认识路骨 课文中提到非常多著名的风景区 现在我们就来按图索记 看作者如何推荐四条旅游路线 其实不只是春天 洞顶山四季产茶 春夏秋冬采收的茶叶各有千秋 其中以春茶冬茶最受喜爱 春茶取其甘美 冬茶取其清香各有好处 游客如果到凤凰谷鸟园看鸟 回程在麒麟台可以休息一下 享受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平静 抬头就是洞顶 开车往上约五分钟入城可达 如果在西头过夜 回程也可从路骨右转上洞顶 到茶农家中小坐喝茶 到南投县来 路骨香都该列入行程之内 可以先到日月潭 吉吉 也可以先到清晋农场 就是别忘了不管先来后到 路骨的松桃竹赖都值得走动 茶香山菜都值得品尝 听完了作者的介绍 小朋友下次若是来到南投县 是不是也想绕去路骨及洞顶山走走 寻者茶香探访这名符其实的茶香呀 现在我们读一读课文这三句 一山水壮美风光秀丽 二春茶取其干美冬茶取其清香 三松桃竹赖都值得走动 茶香山菜都值得品尝 小朋友你发现了什么呢 是的 你会发现这个是字数相等 写法相似的两个语句 他们看起来不但形式整齐 而且读起来十分顺口 这样的写法我们就叫做对偶 那现在请小朋友利用刚刚学到的能力 来小事身手 你的家乡是在台湾的哪一个县市呢 你会如何介绍自己的家乡呢 我们来用对偶句法来进行家乡练饼 我们可以这么做 先找出台北市是在台湾的北部 找出它的地理位置来 接着再从家乡地理位置进到 因为地理地形导致的自然景观 而自然景观会影响我们的人文发展特色 最后再好好的推销家乡的景点及特产 美子老师是这样子觉得的 不管先来后到 台北的101 阳明山都值得走动 顶太风富航豆浆都值得品尝 小朋友你觉得呢 你也一起来练习一下吧 经过以上的学习 小朋友你学到了什么呢 在鹿谷美帝洞顶茶香这一刻 我们认识了南投县的地理位置 鹿谷有名的风景 洞顶山乌龙茶等特别之处 第二个按图索记看图画家乡 透过地形图可以扣住文章主旨 第三用对偶句法来进行家乡练笔 推销家乡的景点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咯 小朋友再见咯